而2024总统大选逐渐白热化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预计在520当天会正式宣布参选 而国民党也打算在5月中 整合出总统参选人 至于已经确定会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副总统赖清德 再次强调拼经济要和平 大台中六席党籍立委全道 民旦与党公职齐聚一堂 展现团结态势 台中市信赖台湾职友会正式成立 力挺2024将代表民进党 角逐总统大位的赖清德 党内人士透露賴政营的信赖 职友会将与英系的小英职友会 攜手合作 陆站整合有谱 空站则锁定最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 2024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定调打猴不打磕 面对绿营救战斗位置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抛出五一 该全国休假议题引领话题 内政部也将征询各界 也有意角逐的郭台铭在脸书上持续出招 表示如果当选就要解密高端疫苗 相关文件 批蔡政府是将政党利益 摆在最前面 强调自己若当选总统 每一项政策都要用企业经营的思维 去处理 下乡勤走基层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周六来到台中参与大甲妈祖绕境 根据党内规划 柯文哲 将在五月二十号正式发表参选总统宣言 接下来举办座谈会 宣扬国阵白皮书理念 将聚焦在国家人民产业安全三大面下 继续报道